好,那我来数个视频 这两本是日服的设定级 当然并不是官方的 法民通发行的 但是,算是官方给的资料吧 虽然有些已经吃书了 这是日服一周年发行的一本 开出来就是一张一周年银河图 日服一周年银河图 应该是 然后看一下末路 末路一开始是一些设定 然后是女武神 然后是一些圣神 圣神占了很大部分 然后是一些设定画 先看一些图 应该是国服一周年 我记得是 应该是国服一周年银河图 然后这是日服的 这是下火的 八重音 这是 Famiton APP 安卓34名特点画 这不是推特上看到的一张图 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然后这些是一些设定 反正是一些古早设定 现在有些已经吃书了 嗯,看这些图都是一些圣神的图 现在图像早就已经换掉了 没电龙了 没头像了 我们的主角 季子阿姨 那个时候还没有利塔什么的 这些是剧情 当然现在已经吃书吃掉了 像这个CG 当时我们开佛的时候CG 现在早就没了 已经换掉CG了 这些都是剧情 第一章和第二章 好像是在重燃 那个版本已经换掉了 快去看一下 反正都看不懂日文 好长 向天举起叛逆之 历代神之剑 这个是爱将的一些什么东西 哦,神之剑 现在也没什么好看了 现在神之剑更多了 这是女武神介绍 是一些很早的女武神介绍 甚至还有推荐装备 推荐装备现在真没得用 白链 链了也是白链 我还挺喜欢的 毕竟是我老婆 嘿嘿 这个小人挺可爱的 然后国父宿舍的小人 跟这个不太一样 哎 板鸭 早期人物是真的多 推荐装备 无量塔机子 哎 你看这个玫瑰 早期设定 可惜和谐和谐了 看这个 看这个 这种 六维 OK 看这个 它从音音就是不一样了 人气角色 福生族 岳父 岳父 岳母 介绍 其他人物的介绍 奥托 爱将 最强女武神 表情包 这个应该是LINE上面的表情包 这是推特上经常用的 我最喜欢这个 可以 看这样的武器 这边还少了一波 因为针筒 针筒是后面才出的 啊 当时愚人节的那个特点起 2018年的时候 然后是要到801 8102年的时候 8102年的时候开南武神 好接下来就是圣横图了 圣横图上的很大很大一部分 巨图 快速翻译一下 有些是日服特供的 不是特供 什么特供 是银河鞋带了 汉纳 不是特供 是日服特有的 其他都是 雅盛 高速翻译 王昭君 早就已经改掉了 早期叫王昭君 哎 圣横改名 圣横改名是从叶彩章 那个时候改的 叶彩章内侧的时候 叫金盛探 然后后面就出了一些事情 记忆印象特别清楚 导致叶彩章在内侧的时候 就直接暂时性的冰封了起来 担务集 红武 红武 我现在可以锻造 早期是参加活动 啊 泻水 这个 就官服特供 官服才有 官服 则 上游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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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彩章 好CP 比按音 经过改版的生活 我记得很少有生活会改版 它就是一个改版的过程 看这些生活都没什么用 泳装生活 泳装中我的超人 这它还有核弹 核弹我手里也有 精灵狼最垃圾的专属 也不能说专属吧 但当时确实半身胜痕 哦不对 他们俩是一起出的 这也应该是一起出的 一周年 我们应该一周年 超越下 70 日服的人气角色 我们还出了专属身份 这是礼物套 礼物套我们后面也出了 人偶套 莫奈 春节 叶财章 其实当时叫金胜炭 但是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改名了 就 连日服都已经直接叫叶财章了 因为当时我是看测试服 看到金胜炭这个名字 就是这样的 这些是单独是他们的 说这个泳装 泳装应该还有的 哦 当时泳装夏一直没出 当时泳装夏团了好久才出的 泳装夏是俗华的那个死枯水 我单独升红了 冬公 姬子的花架 姬子的生日呢 说还有一个生日直播呢 哦 这个是国父没有的 我记得是鱼喵 鱼喵一直用这个图 贺政是 哦 日本限定生日 这个也是限定的 这个是什么祭啊 什么祭典 我也忘了 七夕 七大罪生日 七大罪 企划腰斩了 其实后面还有 还有网传的那个图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呃 那是 鸡子是什么 鸡子是色欲 然后是 其安娜的是贪婪 贪婪我记得还出过深渊呢 这个奥托女装 当时我们参加的那个 阵营战 阵营战当时 赢的是鸡子这边 所以用的是鸡子男装 奥托就雪藏起来了 哦 设定图 设定图是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月光 卡链 这几套都特别好看 老婆真美 仔细看一看 鸭衣 鸡头都挺色的 鸡子阿姨的 男装 男装挺帅的 看 早期的那些 没有加黑丝 又很色的 决生的加了黑丝 反而也挺好看的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用花架的皮肤 板鸭的 闪吹 板鸭算是亲女儿 这是奔换二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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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月轮的早期设定图 月轮这个早期设定图 月轮这个早期设定图 真的是 挺丑的 然后呢已经有点月轮的出型 是白夜直视的 白夜直视 讲真这个作为皮肤不错 八重金 我们一直呼吁的雷巴 我觉得这应该是 不算是雷巴的出型 好的 修伯利安好 修伯利安好 对 这是贺丽 不是修伯利安 那是什么来着 贺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 用书剑 哦 黑流斯 应该是黑流斯 希儿的早期 早期的一些光丝 看黑系的爪子 这是武器的设定图 看 这些火炬 烧掉异端 生龙 推进圈 这几八五七倒是没什么运行的 这个应该是冰刀吧 这个应该是那把性能太刀 然后这把应该是黄剑 这个是高度波 这个就不能使用 这个就不能使用 嗯 不能换系列的 这个没出过 这个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 然后 皮皮马 皮皮马早期还带了些这种 大型的 这后面 就是最中版的应该是 这个 没出过 没有出过的 狂狼 那我们的泰坦爹 泰坦爹 那这个是有的 飞机 飞机早期这个 这个特别算 我觉得真好 可以单独出一个嘛 那后面就变成 纯飞机了 没有任何人家屎了 那几个 这一个系列怪的足够 挺帅的 我就喜欢指甲 第一半就结束了 第一半就结束了 OK